你就看到很多东西真是倒了 就是透过这个疫情 很多消费都是受影响 很多人的都是受影响 很多那个家庭都受影响 很多生意都受影响 很多那些工作都是受影响 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需要重建 在很多方面需要重建 所以当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个疫情 就那个时候神就有给我的断生 这个信息 我相信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在这个西伯来书12章26到27节 来请读 西伯来书12章26到27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一次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 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Amen 所以这里是讲到 再一次神要震动 不单单是天 都是地 然后在哈盖书神都是讲 他要震动万国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为什么神要震动呢 因为什么 那些可以动摇的被震动的东西就会被挪去 什么东西可以被震动的呢 就是受造之物 就是不是神所建的 是人所建的 今天我说要强调的是这方面 然后就什么可以留下呢 就是那个不可以震动的 就这个不可以震动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国 Amen 所以这个在路加福音 来我们看 路加福音 47到49 凡到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 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因为盖造的好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随着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Amen 一段圣经就跟我们讲 有两个人建造他们的屋子 一个是建在磐石上 一个是建在沙徒上 建在磐石上的人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聪明的 就是他听了耶稣的道 他去行 他就建立在磐石上 就当那些风浪来 那个屋子不会倒 稳稳 不理是什么震动 不会倒 然后另外一种 是一个 foolish的 他是比较无耻的 他就建立他的 不是建立在磐石上 他的屋子 他是建立在那个沙徒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听了耶稣的道 没有去行的 所以当大风浪一来 整个屋子就倒了 当我们行耶稣的道 我们就建立在 磐石上 稳稳 怎样知道呢 就在风浪来的时候 当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你被震动吗 你会不会倒 我相信很多人会了 包括我都是不例外 那个时候我都是受影响 在这个震动的时候 神要教导我们一些什么 什么是比较重要 什么是神所看顾的 我们所建立的倒了 要不要重建 要怎样重建 需要是什么 我们要怎样重建 神所给我们的已经倒了 我们所建立的已经倒了 要怎样重建 很多教会受影响 百多人跌到十多个人 需要需要不要重建 需要重建 所以要怎样重建 所以我还记得有一天 在MCO的时候 我跑在我的garden的时候 神就叫我看我的 这个banana 那个香蕉树 他讲 他讲你跟香蕉树学 香蕉树 他的工作是做什么 生那个香蕉 神叫什么 果子 我们的工作都是一样 神要我们接两种的果子 一个是属灵的果子 那个九个属灵的果子 在加拉大书 当你有这些属灵的果子 意思是你就会越来越像 耶稣啦 耶稣全部都有 另外一个果子是什么 属灵的儿女 Amen 所以我们就要去传福音 生极极多多的 属灵的儿女 神用很简单的跟我讲 用我的garden的香蕉树 来跟我讲 Amen 他香蕉树一个工作是 借果子罢了 那借了果子 什么事情发生 那个香蕉树 要砍掉的嘞 Amen 你借了那个果子 你要砍掉那个香蕉树 砍掉做什么 做肥料 Amen 就鼓励 帮助旁边那些小的 香蕉树 成长 Amen 这个就是你跟我的要做的啦 有一天我们需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就成为下一代的榜样 Amen 成为肥料 鼓励他们继续借果子 那两种果子 Amen So 还有一点 香蕉树都是有一个无几的生命的 香蕉树那个果子是为了谁 不是给自己吃的 给谁吃的 是给别人的 Amen So你要 需要一个无几的生命 跟随耶稣的先要 舍己 付代价 被十字架 跟随我 Amen 这个就是三教书的榜样 神所创造的 Amen So要讲 当我们要重建的时候 建立这两种果子的时候 需要些什么 需要什么 要怎样重建 我们不要再来 做错多一次嘛 乱建 然后又一个洞窑来 我们又倒 会不会 会的吗 这些洞窑会越来越大了吗 不会越来越小了 如果我们又跑以前那一套 没有该 重建 那个建立又不稳 又倒 所以这次要怎样重建 我就问神 神肯定教我们的 所以神就用 两本圣经的书跟我讲 这个是在这个什么年 2021月 他就给我荷西亚书 我不知道我有跟代替你分享吗 荷西亚书 有分享过吗 基本圣经 有吗 我忘记了 有吗 有谁有听过我分享荷西亚书 整篇道都是讲到荷西亚书的 有吗 没有 ok了 没有讲到 所以荷西亚书的背景是什么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 以色列国都是很败坏了的 神只讲 以色列国就好像他的太太 神就是他的丈夫 然后以色列国很败坏 神的审判要降临了 以色列国差点要灭 最后要灭亡了的 神就派了这个荷西亚书 叫他的人民要回来 因为什么 他们就离开神 远远了 所以在我们读这段圣经 在荷西亚书 第三章一到三节 来请读 耶和华对我说 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就是他情人所爱的 好像以色列人 虽然偏向别神 喜爱葡萄饼 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他使用银子 十五 十个乐 大卖 一鹤 梅尔半 买地 归我 我对他说 你当日做日为我独居 不可行营 不可归别人为妻 我向你也必这样 Amen Amen So这里我没有放 我是放一段圣经节罢了 你那时候我是想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summary 我就放一段圣经节罢了 So这个我就跟你解解了 So那个时候 神就用荷西啊 这个先知 好像是一个比喻啦 就用这个先知 去跟这个 Israel国讲话 他就叫这个先知 去娶一个 犯 一个不 犯监营的太太 他就娶了 犯监营 他生那些儿女啊 第二个是好像是他的啦 第二个第三个是跟别人 别的男人的 So这个太太就犯监营 然后不单单是这样 那个太太犯监营 和西亚还是爱她咧 没有跟她离分咧 后来她还 堕落到 做了这个prostitute prostitute是 聚女 她堕落到做聚女 做聚女 她完不到她的债 最后 她在那个 做了这个卢铺 要配拍卖 要卖拍卖 在雷龙这样的拍卖 所以神还在 还叫和西亚你要去爱你的太太 你要去在那个拍卖 买她回来 输她回来 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神对以色列国的爱 神和西亚讲爱她的太太 就是神讲爱以色列国 她的太太 虽然她的太太对她不忠心 虽然她的太太有很多别的男人 最后虽然她的太太就去你 被卖 还是要输他们回来 这个神有没有做 有 在十字架神做了 不是那个时候 神派耶稣基督来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预言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亏欠神的荣耀 罪的公家是死 不过神还是爱我们 愿意输我们回来 耶稣就付了这个代价 在十字架 Amen 这个就是 赫西亚是讲到神的爱 什么爱呢 忠心到底的爱 不放弃的爱 Amen 神有没有做到 神有没有做到 有啊 Amen 这个就是神的爱啊 神没有放弃 Israel 国 Israel 人 神没有放弃你跟我 Amen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作者是用这个笔 这种爱啊 中心到底的爱啊 中心到底的爱啊 这个真是很 不放弃的爱啊 就好像一个太太 她离开你 跟犯监盈 然后跟犯监盈 那个第三者 她中了一个很重的病 到死的病 丈夫还是接纳她回来 照顾她到她死为止 这个就是那种爱 Amen 这个就是神的爱 所以神那个时候 不愿意看到Israel 国灭亡 他叫他们回来 Amen 透过赫西亚的榜样 神表达 跟Israel 国讲 你是我的太太 虽然你是这样 我还爱你回来 OK 然后 神很忠心 祂是那个convenant的神 祂是立业的神 立业是好像我们结婚啊 基督徒结婚 立业嘛 立业的一个关系 是中心到底的 到那天我们死才分开的 Amen 就是那种的爱 不是讲现在的 剩下的婚姻很容易动摇的 一下子就离分了 离分案一大堆现在 上一次是一个钟头有五个case 在法庭 他不明白 分音根本是一个业 不可以离分的到死为止 我们要忠心到底 Amen 这个就是那个立业跟忠心的爱 所以以色列国在哪一方面不忠心呢 就是第一 他犯了奸淫 那时候神就骂我 摩坏 你犯了奸淫 我问神啊 神我错在哪里 主啊为什么我这样被动摇 神跟我讲你犯了奸淫 不单单犯了奸淫 你是好像以色列国这样犯了卖淫 我讲神你没有搞错 哪里有这样严重 有没有 我是很相信我是很godly的 我会比较godly一点 会吗 我是相信我很godly 不过神就跟我讲什么呢 你犯了奸淫 你犯了卖淫 严重不严重 严重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奸淫是一个 有第三者有一个 卖淫是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别的男人 Amen 如果一个太太犯了奸淫是一个罢了 如果她犯了卖淫是她跟很多男人 有这些关系 那个就是卖淫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 当行情好的时候 神有没有祝福我们 有 神祝福我们很多财产 生意很好 种种种种种种种 我们开始买物质 买车买什么 有 神有祝福 然后我们的ministry都是神祝福 教会越间越大 施工越多 有很多人来教会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神给的 Amen 神都是有祝福我们很多儿女 没有错的 这些兄弟 不过问题在哪里呢 弟兄姐妹 慢慢慢慢这些东西全部代替了神 神所祝福给我们的慢慢慢慢变了我们的 心中的偶像 Amen 当他们这些东西变了我们心中的偶像 我们就犯了 奸淫 好像Israel国家那个时候很多偶像 很多别神 如果超过一个偶像 就犯了 卖淫 Amen 所以那时候我发现 是我 你知道我怎样发现吗 那时候我怕 主啊 这个疫情又一来啊 等下你这些东西我拿来服侍你的 等下这些东西没有掉了怎样好 我怎样服侍你 我就开始发现 我就抓紧这些东西了 我的生意啊 神所给我的 我这个人啊 我的财干啊 如果病死掉了怎样好 那时候我都很怕中COVID嘛 慢慢慢慢这些变了我的 心中的什么 偶像啊 我的儿女都是啊 神给的啊 我都很怕他们 有两个中COVID嘛 那个时候 Jeremy跟 跟Esther嘛 那时候很怕啊 他们等下是有什么事情死掉怎样好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啊 神所给我们的家人都好 如果他们比较重要过神 在你的心中 他是No.1 那个就是代替了神 那个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Amen 当我们有这些 我们就犯了坚硬 对神来讲啊 有没有 我有 你有没有 就在这个疫情中 神就给我看到了清清楚楚 我认为我 神啊 我是放你第一位 不是的 神讲你心中还有很多偶像 你放不下的 Amen 后来我就跟神讲 神啊 你才是对 我错了 我们放神所给我们的神所创造的东西 爱这些东西比较多过爱神 我进去画 sorry sorry 我们爱 这些东西比较多过爱神 就完蛋了 好像你的太太现在 爱别人比较多过爱你 有太太跟你讲吗 你不要这样高分啊 我爱你 把60%可以了 另外40%我给别人 可以吗 不可以啊 神都是一个妒忌的神 你只有可以有一个神罢了 可以超过一个 你的丈夫都是可以有一个罢了 你的太太都是可以有一个罢了 Amen 不可以有超过一个 如果有超过一个我们就犯了一个罢了 来 受爱神所给我们的 有时候是我们的儿女 有时候是我们的太太 有时候是我们的生意 有时候是我们的产业 种种种种种种 都是有时候是教会 我们的事工 我们的事工 如果你爱这些 比较爱多过神啊 不行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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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在6月2021的时候 神就用哈巴古书跟我讲 我还需要什么 在哪一方面我错了 第一 我的心中 我认为我很爱神 不是的 这个就是哈巴古书就讲到什么 对神来讲要忠心到底 就在6月的时候 来我们请读 哈巴古书2章4B 迦勒底人至高之大 心不正直 为义人 为什么跳到来这里 因性得胜 哦 是啊 是啊 这个是 因为说我是想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Summary Summary 我给你哈巴古的背景 哈巴古的背景是在犹大 他是一个先知在犹大 他就看到那个整个犹大国 很 很corrupt 很不公义 很不公平 都是很败坏 就他就在那边投诉 神啊 你没有看到啊 你看你的人民这样败坏 神啊 你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啊 主啊 你不要做一些东西啊 这个就是哈巴古的投诉 好像神没有听祷告这样 好像神是允许他们败坏下去这样 你叫神讲大塔吗 这个是第二次神大塔 第一次神大塔是什么呢 第一次神大塔 我有做啊 我现在要兴起巴比伦王 来攻打 这个犹大国 他们的兵要来临了 你知道我跟你讲啊 但巴比伦的兵一来啊 他们很残忍的 如果这个是一个国家 所有活的东西啊 全部给他们杀到完 没有留一个活的东西 包括那些树 动物 人 树 全部要杀到完 清到完 这个就是巴比伦王 这个就是巴比伦王跟他的兵 的残忍 没有一个活的东西可以留下来 哇 你知道哈巴古的反应是什么吗 残咯 主啊 不行啊 他要叫神怎样做 你派他们了 我们就完蛋了全部 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啊 你的子民会全部被死到完啊 这个就是哈巴古的反应 第一次啊 后来神就给他这段圣经 跟他这样讲 没有全部人会死到完的 还有一般人会留下来 这般人是谁咧 这个就是 这个很出名的圣经节咯 The righteous person shall live by his faithfulness 那个公义的人是凭信而活 他讲还有一般人很忠信于我的 还有一般人很相信我的 他们就不会灭亡了 他们 他们可以活 继续活 这个就是神的答案 后来哈巴古有没有改变 有 就是 来我们请读 哈巴古3章17到19节 虽然无花果树不放旺 葡萄树不结果 葡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在耶和华欢喜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旗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歌以临掌 用诗弦的乐器 Amen 所以 后来 你看到哈巴古有很大的改变 当神这样跟他讲的时候 他就充满了信心 这个都是一个很出名的一段圣经 你常常听到的 虽然 胡花果树没有结 葡萄树就没有结果子 虽然这个虽然那个 什么东西都完蛋了 哈巴古讲他还会 什么 还会喜乐 rejoice 因为神就是他的拯救者 God is my savior 虽然这些全部没有了 那个牛啊 那个什么东西 羊啊 他们要养的全部都没有了 巴布伦 兵一来全部都没有了 他还是喜乐 然后他还讲什么呢 耶和华就是我的力量 Amen 所以这个你就看到哈巴古 充满了信心 Amen 所以我还记得到6月的时候 2021年 以前那些风暴是一年就过嘛 经济风暴 这个是拿到2021年 19年就开始发生了 所以在6月2021年 我们的公司有存一些款 没有用到完 有一些reserve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你比较小的公司就比较好 我们就是9个office啊 那个开销蛮大 每个月就是蛮大 所以我们存下来的钱 什么都用到完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真是没有钱了 就全部用到完了 又拖下去都不知道那个疫情会到几时 他说我真是睡不着了 我就好像哈巴古在那边哭哭叫了 投诉了 哈哈哈哈 各位主啊 你不要来救我 现在就完蛋了 将来是哈 我整个公司讲 要倒掉了讲好 哪里荣耀你的名 哪里我可以再 哈 用这个神医来 来侍奉你哈 哈 哈 用你你祝福我的前妻 哈 哈 捐去国子建立你的国 哈 如果这个公司完蛋了讲好 你看到吗 那公司变了我的偶像了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是讲到什么呢 真是我真是睡不着了 哈 就神就用哈巴古书跟我讲咯 你不会死的 你不会完蛋的 哈 有一般人会 哈 公义的人 就会 从 因性而活 你相信我 你就会活 继续活下去的 哈 这个帮助到我吗 一点点 我还是睡不着 哈哈哈哈 信心是建立在什么 神的话嘛 Amen 哈 神给化我 不过一句话不够 哈 神还要给我另外一句话 哈哈哈哈 我还是睡不着 哈哈哈哈 我不是好像哈巴古 这样有大信心哦 哇 他开始喜乐 哇 开始笑 开始什么 哈 没有 我还是睡不着 然后神就给我另外一段 哈 来我们请读 耶稣 耶稣 睡着了 门徒就开始在那边 瓜瓜叫了 他们认为 他们会证实 他们这个 整个船会 哈 会 会 陈下去 哈 哈 他们是很害怕 他们在那边瓜瓜叫 耶稣在 睡觉 哈 就好像我这样咯 哈 哈 我在那边瓜瓜叫了嘛 搞到自己睡不着 哈 哈 哈 我就讲耶稣啊 你不要救我 以前那些风浪啊 一年罢了嘛 就过了 这个好像到差不多第二年 哈 第三年要来咯 还没有过啊 你没有看到我要沉下去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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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你知道耶稣怎样回答我吗 耶稣讲 我要继续睡觉 耶稣讲他要继续睡觉 喂 没有搞错 以前你起来 停那个风浪嘛 对不对 这个故事是这样嘛 对不对 耶稣起来 Stop Be still 整个风浪就停了 了吧 以前耶稣是这样做嘛 在这个这段圣经 耶稣是这样做 这段圣经 以前耶稣都有给过我的 以前那些风浪 我走面对的风浪 好 不过现在耶稣讲 不是我 我要带你经过那个风浪 你要继续相信我 Amen 耶稣讲 我们的信心要成长的 以前我停那些风浪 因为你的信心不强 你刚信主不久 你不可以停留在那个阶段 所以耶稣就是讲 我要继续睡觉 最好你跟我一起睡觉 Amen 这是我真是睡得着了 Hallelujah 耶稣要建议我们的信心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跟你讲啊 很多时候啊 耶稣要建议我们的信心 我们快点去帮助一些人 好意嘛 那个人有需要 快去帮他 他就不用靠耶稣的 不用去相信耶稣 Amen 耶稣就是不要 他可以停那个风浪 他不要 为了什么 他爱我 耶稣有时候不要停那些风浪在你的生命 为了什么 要帮助你接触属灵的果子 爱是个属灵的果子 信心是个属灵的果子 Amen 所以不要每一次 你还是因还是 也会停那些风浪 不过我们需要成长了 Amen Baby 父母照顾很好的 他一哭我们就来哄他了 如果一个十多岁了 你还是在哭你就再来哄他 你不要冲坏他 你不要冲坏他 Amen 蛤 二十多岁了 你还是在哄他 不行啊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耶稣不停那些风浪 是对你来 对我跟你是好的 Amen OK 所以就讲到那个香蕉树嘛 蛤 属灵的果子嘛 那两种 其中两种是爱跟 信心 这个是我缺乏 所以耶稣就给我机会去操练他 Amen 所以有没有死 没有死啊 Amen 我没有关我的office啊 还是活得好好啊 Hallelujah 耶稣真是没有骗我们的 他讲他要带你过那个风浪 你就可以 肯定可以过那个风浪 耶稣已经讲了吗 在这里 我们要去那个另外那边 耶稣已经讲了 肯定会到的吗 Amen 那个无的另外那边 耶稣已经讲了的 耶稣会不会骗我们 不会啊 耶稣讲了的话 肯定可以做到的 Amen 如果耶稣有给你一些什么允许 目前受到一些风浪 不用怕啊 耶稣讲了的话 是算的 肯定会完成的 Amen 有时候耶稣就用那个过程 去建议我们的信心 来我们继续看 好 OK 今天你是讲到那个 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们会经过一些大灾难啊 一些大 一些密败啊 以前我有讲过了 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那边 这些有一点打假先知啊 有一些密败啊 有都是很多人离开耶稣啊 很多那些 这些 打仗啊 地震啊 一大堆了 所以谁会得救呢 我看看马太福音24章 所以马太福音就跟我讲 虽然这些跟我们讲 虽然这些事情发生啊 有很多灾难啊 有很多病啊 一大堆这些东西 谁可以被得救呢 就是那些能耐到底的 那些不放弃的 因为什么福音要传到整个地球嘛 然后耶稣才回来嘛 如果你跟我很容易就放弃啊 没有能耐到底啊 福音就传不到了咯 Amen 所以我们需要能耐到底 继续爱耶稣 不理什么事情发生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 让耶稣跟我们的爱各节的 这个是在罗马书讲的 不理是别不都好 不理是什么都好 Amen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们要继续相信他 不理我们面对一些什么风浪 什么灾难 忠心到底 我们才可以忍耐到底 等到耶稣去传福音 不放弃 然后迎接耶稣再来 重要不重要 重要啊 我们会面对很多people Amen 为什么我跟你讲啊 那时候 当我分享赫西亚书的时候 神就跟我们讲 如果我们爱某某人 多过爱耶稣啦 这些某某人是我们的偶像啦 如果people来的时候 会这样 等下你的太太讲 哎哟我怕死啊 我要放666啊 你就这样好 你爱他多过你爱耶稣 那时候就一起跟他玩蛋了 两个一起放666咯 就好像亚当听他的太太这样 两个一起去吃 那个分别三二四五的果子 所以神教我们的功课是蛮重要的 如果你爱世界比多 爱耶稣比较多过爱耶稣 你抓紧世界的东西 你抓紧你的公司 你抓紧你的财产 逼不来你这样 你就放弃耶稣啦 666就666啊 你看到那个重要性吗 这个是小的 很小的 有一天真是逼不来 你会站得稳吗 你要放下这个教会 你要放下你的生意 可以吗 你看耶稣在准备你跟我 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如何 不单单是这样 你经过一些灾难 你要继续信他 你才可以忍耐到底 所以这两个功课重要不重要 赫西亚的书 这个哈巴古书 重要不重要 如果你的信心动摇 你都是站不稳的 你会放弃的 你会摇摆旗的 666喔 666 看到吗 神在准备你跟我 透过这个疫情 不是不好的 Amen 很重要 我们对耶稣的爱是如何 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是如何 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得救 耶稣要看到他的福音 要传到整个地球 Amen OK OK 启示录来 启示录14章12节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神手揭秘 和耶稣真道的 Amen 所以这里都是讲到什么呢 都是讲到能耐 哦 然后还讲到什么呢 Keep his commands Keep his commands 是守他的诫命的 能耐到底守他的诫命 然后英文的就比较好了 Remain faithful to Jesus 这班人就会继续忠心于耶稣 你放666你就忠心那个低基督了 Amen 所以这班人就要继续忠心于耶稣 Amen 这个是讲到我们的信心 忠心 OK 所以很简单 这个我有分享过很多次 那个battery是耶稣 那灯泡就是你跟我 那个灯泡要亮起来 需要两条wire 就是 trust and obey 那首歌我唱过给你们听 刚刚姐妹都是有唱一首很好听的歌 Amen so trust and obey 哪一种人会trust耶稣呢 当然是对耶稣有信心的人 信耶稣的跟祂的话 然后哪一种人会服从耶稣呢 就是爱祂的咯 耶稣讲嘛 如果你爱我你就会服从我的命令 为什么爱跟信心这样重要呢 当我们有这两种属灵的果子 操练这两种属灵的果子 我们好好爱耶稣 我们就会服从祂的话 我们好好相信耶稣 我们就会信靠祂去完成耶稣所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就有行动 我们就那个光就会亮起来 为耶稣发光 不理我们面对一些什么灾难 不理我们面对一些什么被迫 我们一继续为耶稣发光 继续高级耶稣 让耶稣吸引万人归向祂 简单不简单 简单啊 就是说 Fist and obey Tôi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那是这个 hymn Fist and obey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这个是我在ACS学的 chapel service 很久以前了 trust and obey他 OK 来我们继续看 所以我们要让耶稣做王 让耶稣建立他的国 我们的责任是很简单高举的 为他发光 就是 trust and obey他 然后最后 我跟你讲耶稣要再来 耶稣要再来做什么 当耶稣来的时候 有一个分音 很大的分音 谁是耶稣的 新娘 你跟我啦 你跟我 就是耶稣的 新娘 耶稣他要跟我们 结婚啦 Amen 耶稣就是我们的新郎 我们是他的新娘 我跟你讲啊 整本圣经啊 神在 神在找一个 太太给耶稣 一个幸福给耶稣 如果你是爸爸啦 都关了 关了 你是爸爸啦 你要找一个 他两个女儿 没有儿子 所以我儿子 如果你是爸爸啦 你有一个儿子 你要找一个新郎给他 你要找哪一种 我问你啊 你要找哪一种 哈 你要找哪一种 Amen 还有耶 忠心于他的 Amen 爱跟忠心于他的 你知道在marriage world 我们是讲这些东西吗 哦 是不是 神都是要找一个 这样的太太 给他的儿子 神会讲找咧 神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吗 你是不是爱耶稣 跟会忠心于耶稣 不理什么事情发生 啊 病痛都好 有付诸 没有钱都好 我还是 爱你 忠心于你 这个是marriage world嘛 你在结婚的时候 跟你的丈夫 跟你的太太 是这样 孙巴的嘛 在神的面前 Amen 不理什么事情发生 我会忠心于你 我会继续爱你 透过这个疫情 我们看到很多人离开耶稣 一个小小的罢了 一个小小的动摇 很多人开始离开耶稣 不见掉了 这种人可以被拣选吗 感谢主你们还在 我们还有一般忠心的 Amen 要好好地去爱耶稣 继续忠心于他 Amen 这个就是神要找的嘛 Amen 这个已经问了 你会全心爱耶稣吗 会忠心于他 到死为止 这是为什么啊 有很多 为耶稣死都甘烟的呢 他真是忠心于耶稣 死就死吧 我们在教会的历史 看到很多 不怕死啊 为耶稣 就是这种人 Amen 所以有两样事情 我们要准备的是什么 哈巴古斯跟我们讲 信心 赫西亚书就跟我们讲 爱心 全部是讲到什么呢 我们里面的 我们的心 不是讲成就不重要 不过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是如何 OK 是啊 我们很大的成就 还没有疫情 还没有来 我们每个人活到好好 生意做到很大 一大堆啊 教会都是做到很厉害啊 ministry都是很厉害啊 没有错啊 不过不稳 如果我们的心 没有好好爱他 我们的心没有好好信他 我们就会倒 Amen 受神所注重的是我们的心 这个是我只是看到的 你知道这个花是什么花吗 牡丹哈 China的national flower 很美的 很大的 你知道我在哪里看到 我去一个marketplace的camp 就很多人出来做见证嘛 marketplace 他们都是受被动了啊 很多是神医失败了 倒了啊 很多是一大堆东西啊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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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那个疫情的见证 一大堆在那边啊 后来啊 神就给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花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神就跟我讲 我看到一个很美的事 在你们的当中 很美 你知道为什么神这样讲吗 因为什么 他看到这般人 虽然经过这样大的风浪 失去了很多东西 有些家人死掉了都是有 不过他们继续忠心于耶稣 美不美 美不美 神看到耶稣的生命 在他们里面 神看到那个属灵的果子 在他们里面 神跟我讲 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事 这个就是神所看重的 他们是社区啊 还是得着 Is it a loss? Did they lose or did they gain? 很多时候我们是想 我们失去了 我们亏了很多钱 我们的生意到了 我们的工作什么 我们什么种种种种种 不是啊 神讲我们是 gain啊 一个美的事发生 我们接触那个属灵的果子 在神的眼中 我们不是亏 我们是赚 Amen 我们不是亏 我们是赚 亏了一些钱 赚了耶稣 好不好 好啊 那个美事啊 越来越像耶稣啊 越来越爱耶稣啊 越来越忠心于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鼓励你 今天 有可能透过这个疫情 你设置一些东西 不过神看了一个美事 在你的生命 神看到你的中心 神看到你继续爱他 Amen 这个就是一个美事 我们大家是赚的 Amen 世界的东西 神可以再给我们的 Amen 亚伯都失去很多东西吗 而你都是全部没有掉 后来神有祝福他吗 有啊 Amen So 我们是专的啊 OK 没有啦 这个不是分享 OK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几点了 Hallelujah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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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虽然我们经过一个很 很动摇的时刻 一个很大的风浪 不过主啊 我看到你做一个美事 在我们的当中 是的主 我们的心中是充满了感恩 我们的心中是充满了喜乐 因为你做一个美事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我们看到如何你的子民 留下来的 继续忠心于你 继续爱你 这个是你所看重的 是的主 是的主 虽然 我们是好像 这个哈巴谷讲 虽然 会失去的一些东西 不过主啊 我们不是亏的 我们是赚的 因为什么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 你的儿子的生命 彰选 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感谢你主 你继续来引领带领我们 继续给我们机会 操练越来越爱你 耶稣 操练越来越 服从你 耶稣 接来越 信靠你 耶稣 是的主 我们知道 没有别的路 只有一条 就是信靠 服从你 我们就会 在你里面 开开心心 继续为你发光 不离在什么情况中 不离在什么风浪中 因为耶稣 你是配得的 有一天 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跟你结婚 我们要成为一个 忠心跟爱你的新娘 是的主耶稣 哈利路亚 谢谢你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大家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荣熊 爱火 我们一起 向世界 祝福 谢谢大家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